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很開心又來到我們相聚一刻的新環節 今天我的嘉賓是很特別的,就是雍昔懷師傅 雍師傅的背景屬於茅山派 我的好朋友馬明慧今天也在,他說不要提他的名字 他說可以不出聲嗎?當然不行 為什麼我會認識雍昔師傅呢?其實是通過馬明慧的 我之前經過師傅改過電話號碼 由電話號碼和師傅結縣 因為馬明慧經常聽到她說,師傅,說她的茅山 有很多熱情,很開心地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信教的 其實對於茅山或者道教,我是不太認識的 也覺得可以說一說,其實茅山是怎樣的宗派呢? 所以今天很榮幸地請到雍師傅上來,為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茅山是怎樣的宗派 雍師傅先說個Hello Hello,Hello各位 因為我很開心,我就寫了很多很多問題給雍師傅 雍師傅看完之後,他就會另外再跟我們講一下 他覺得有趣關於茅山的資料 我首先開始講一下,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教徒 其實對於茅山差不多是一無所知的 一講起茅山,我就會想起道家 我會想起奇門遁甲 我會想起紅金堡 所以師傅,其實茅山是怎樣的宗派呢? 茅山派其實給很多人統清楚 總之是用符咒,關鬼神事 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甚至乎有人說一些奇特的東西 譬如有人用符咒來寫東西 就會做一些好的和不好的 都會歸咎,都會講說茅山師傅,茅山派等等 其實呢,如果你說到茅山派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很寬,範疇很大很大 但是我所認識的就是,其實茅山派就是 總之是用符咒符陸的東西 我們都叫做茅山師傅 你都可以說他是茅山派的 是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以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中華文化裡面呢 或者我們其實你有聽過多少少數民族的 嗯 其實是很久很久以前呢 其實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和鬼神打交道的 是的 那當有和鬼神打交道的時間呢 就開始一直流傳到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方法的力量 或者和鬼神溝通的方法 嗯 那大家都會流傳 我們有聽過有些叫做西雙版納 是的 有些叫做武術 是的 可以幫人醫病 嗯 跟鬼神溝通 可以幫人驅邪至鬼 其實呢 我們聽很多 而且是很多地方都會有發生出來 甚至乎呢 我這十幾年經常出外國 那也都聽到很多西方國家 其實都有這樣東西 有靈界有鬼神有符咒 它都有的 嗯 那很多很多 那為什麼我們 就是說 這一樣有符咒啊 或者是為之有茅山呢 其實我相信很長很長的歷史之中 那一路一路下來的 就譬如說 在很多朝代的盛行之際呢 它是將有一段時間 譬如宋明朝啊 或者甚至遠一點的唐朝啊 開始就會發覺 原來很多民間的派別 宗教啊 或者整個他們每個地方的信奉 都會比較混亂一些 那慢慢慢慢呢 開始由一些村落啊 或者是一些移居啊 而慢慢慢慢聚在一起的時間呢 就開始受到 譬如我們中國的道教文化呢 開始就會統一了它啦 或者發展到它 而歸納了它很多 譬如說有茅山 以我所知呢 道教呢 有兩派 其一派叫符陸派 符陸派 符陸派其實就是等我們符咒這樣 很簡單這樣去 希望用最簡單的時間去規劃一下 那通常我們寫符咒 用符咒 用符咒 和守法 即我們說的叫法恩 我們稱之為這一派的時候 我們經為符陸的一派部分 那譬如說另外一種 譬如宗教儀式 你看到一些道士呢 就南無啦 唸經啦 在道堂裏面 唸 拜佛眾經啦 那些呢 那些呢 有一派 那些叫做經 我們叫做經書派來的 經書派 是的 俗意是眾經那一派別的東西 那好啦 其實呢 一邊流傳下來 一邊發展下來 總之就是說 用得符咒 符陸的人 就叫茅山派 那我記得呢 如果現在香港最盛行 或者最多人知道 就是一個茅山派 一個叫龍虎山 龍虎山 沒錯 就是說龍虎山 張天師也是符咒 捉鬼 那很多時候呢 茅山派呢 著重於就是說 符咒 用一些特別的 用一些能力方法 一些我們講的 我們其中一種 比如說寫符啊 他有些方法去跟神靈去溝通 甚至乎可以借取一些力量來幫忙 幫自己完成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方法 那 主要呢 茅山派一直發下來 就是會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都回 我們真的回中國 有一個地方 就是叫茅山 OK 我們講的現在是 在供奉三茅真軍 那原來他也是自己修行 或者是 受到先人指點 修行自己自我修煉 而得到成仙的地方 那老實講 譬如我自己的中派 我們都叫茅山派 是 如果在現實很相比 就是 我們回去看不到 我們這一麥的終跡 那其實就是 意思是 歷史裡面說 其實一直流傳 一直流傳 一直流傳變化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未必是 真是說 人家說的 我們是茅山派 茅山那一邊出來的麥 其實我們未必的 例如大家知道 學拳 少林拳 學少林拳的人 現在有很多 紅拳 七青堂浪 南北拳 我們都會說 少林拳 有什麼拳 少林拳 我覺得茅山是一個 我們統稱了他們 其實有很多分流分支 甚至乎我們現在 都未必會清楚 是 主要其實都是一些 以前很多 比如說 一些暴族的流傳 一些 比如我們香港也有說 胡家派 胡家法 張家法 其實我想 我想你 就未必知道這個 我簡直不知道 其實是很多很多 甚至我去馬來西亞 見得更多 很多不同不同的分流分支 我覺得 我們是道家裏面 道教裏面 其中一環的道家 道家裏面 包括了一樣的就是 醫卜命上山 是 那為什麼就是 比如說 醫病 治病 中醫中藥 甚至我們符咒也有醫病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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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文適 是 名 相名 山的意思就是 我們叫做山林道士 山林道士 去到每個地方都是道場 每個地方都是道場 每個地方都是行法行教 可以教人可以 主要都是用來保護自己 驅邪自軌 那些東西 主要是這麼多 其實很闊的 你說一點時間 很難解釋給你聽 茅山是什麼 不如大家知道 茅山的人會怎麼樣呢? 他懂得符咒 立即能力保護自己 有一種方法去保護自己 我們會驅邪自軌 主要其實是這件事 那翁師傅 你自己怎樣跟茅山結緣呢? 因為剛才我們也談過一下 翁師傅其實也曾經翻過教會 但始終結緣的會是茅山 我小時候父母覺得 我應該要讀書 你知道我們那個年代 天主教教學校是很好的學校 其實在那些基督教學校我讀了 我想都有八到十年的時間 但我是一個最沒有興趣的 最沒有興趣宗教的人 那我就接觸過 大概基督教的教義 我其實現在都還記得了 對 你說十年八年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是啊 其實我和茅山結緣的其實我是十四歲開始 十四歲才是一個很巧合的情況 那我就去了一個地方 拜了自己的師傅 那我就開始去學 當時去學整個經驗都挺奇妙的 為什麼呢 我接觸過幾個教教這麼長的時間 是啊 那你不多不少的了 一定聽到有些東西是不學的 有些東西是不學的 是啊 而我記得我當時去接觸的時間 是已經講了很多人 講了這個茅山術 或者是上身 或者是學神功這些東西 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是的 有人跳樓 要同樣的樣子 我們小學的時候聽得最多 亂來 又打爸爸媽媽 又完全不認識人 就是很多負面的問題 是的 那我很肯定回答你一件事 就是我去學的時間 完全是抱懷義態度的 是抱懷義態度 完全是抱懷義態度 我去看看是什麼來的 我去試一下是什麼 那我到時去到拜師 我真的去學 直至他們都這樣說 你會有童上身的 什麼叫有童上身 我記得我學的時間 我去到 我就去到 我就去到 我發覺好像地方更加漏漏漏 好像爛仔鬥一樣 當時我都驚驚的了 是 但是我比較信任當時帶我去的人 比如現在好像我的大師兄 那時候我的師父我認識的 是 我多信任我就去試一下 我跟我說有一個神會上身 是 我問這麼容易嗎 那時候我心裡抱著就沒有理由 是 那他們就要給我一些符水 要我拜師 人家說佛讀世其實不需要 是 那他們就只說一件事 就是你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 是 那譬如說什麼不可以做呢 就是不可以 違背自己的宗教 這個所有宗教都是這樣 是的 都是這樣說 那我都沒有問題 那不可以欺師滅祖 是 那就是不可以不認自己的祖師爺師傅 是 那我拜得我不會 是 是的 那我就說OK 那我試一下 那我真的 我記得是給我一些符水 是 我吃完之後 他就說 你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 隔了一些方法 和對獎 請你的 請神上身 請他快些灑瓷子 動了 那我剛才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這樣做 是 那我去試一下 那我就 發覺很奇怪 嗯 什麼感覺都沒有 是 那我就 站了一個小時 那我問回師傅 不行 我沒有什麼感覺 你還沒夠誠心 你遲一點 慢慢 那時候很順 什麼叫誠心 那我就試一下 我真的很誠心 我每天 我在家都站一兩個小時 嘩 但是都是不動的 是 都是沒有反應的 就是好像人家暫妝那樣 是啊 那站在這裏沒有什麼反應 只是累的 什麼都沒有 只是累 那後來呢 一個禮拜之後 是 那一個禮拜之後 再上回那個神態 是 那時候我就 再來 那突然間 我發現 很平靜 就是一樣那麼多人 聞了新的人都有 是 但是那一下突然間很平靜 那突然間有個師傅進來 真的感覺到了 進一間屋子 進一間屋子 那個不是我上身的師傅 哦 師傅 就是我師傅的師傅 師傅的師傅 就是師爺 我叫師傅 師傅是師傅 我就閉上眼睛 不出聲 他就說 咦 這個肥仔是誰 那我的師傅就說 這個是我新修的豪帝 為什麼他不懂得動的 好啊 那他就 他就在嘴裡吹了兩下氣 嗯 那我的感受 突然間很平靜 被吹一下 好像有些光打過來 是 那我突然間真的動了 嗯 我手腳發電 哇 不行 不可以動 什麼來的呢 開始害怕了 為什麼呢 不是我的力量 是 好啊 突然間有電了 嘴唇唇唇唇 開始動了 嗯 那我一動 我就開始很興奮了 覺得 嘩 這麼奇妙呢 嗯 這麼神奇呢 這樣 那我就放軟了 就是 可以跟他鬥力的 後來我發覺 這麼神奇 也沒有理由的 開始我放鬆 一放鬆 做一些 我以前沒有做過的動作 譬如單腳站在那裡 起身上回來 可以坐在那裡 單腳起身上回來 我當然不可能做到 是 走一些很奇怪的力量 那他之後 一段時間叫我 回身 回身就是 請個神走 請他走 我第一句笑 嘩 很厲害 就是我們開始 就迷了下去 哦 就迷到現在 到現在 都38年了 哇 是啊 所以我也是 很奇妙的 這件事 這是自身的感覺 很有趣 明慧不如開一聲 坐在那裡笑一尾 明慧又怎樣結完呢 跟師傅 2008年 你要近一點 2008年 我第一次經朋友介紹 就找師傅看八字 是 然後2009年 就跟師傅學八字開始 是 後來聽師傅說得多 覺得挺神奇 那就 不如去拜師吧 但是你之前沒有信什麼教 沒有的 沒有宗教 明慧呢 我每一次跟她去街 我們久不久 其實夏天都會去游泳 明慧呢 差不多只有一個題目 只有一個話題 雖然我們大家女性 她甚至乎很少說 拍拖啊 男朋友啊 講她的事業 總是說著師傅啊 師兄啊 師姐啊 怎樣 說到我就說明慧 我不認識她們的 你慢慢講幹什麼 她太興奮了 她是不斷地講的 也都是 後來我改電話號碼 也是因為明慧 一看完我的號碼 我們說回以前 那時候還在回教會 回得很密 她一天喝茶 明慧跟我說 Assa 你的電話號碼很不行 我說很不行 我由大學用到現在 用了二十幾年了 而且始終有個宗教的背景 我覺得改號碼不是很好 然後我說 你講來聽一下 她說了幾件事 然後我就 哎呀 中了 她說你可以不改的 不過繼續是這樣的 我就掙扎了很久之後 還有因為我有兩個很好的朋友 我非常尊重的朋友 不開名字 我見他們 而且他們都是讀很多書 都是博士級的人馬 他們也是改號碼 改號碼之後 我發現他們的性格真的變了很多 我就想著 難道對我來說也有用 我改號碼 這樣 我們繼續有我們的訪問 其實在畫符或寫符這件事 我都曾經聽過 還有今天我上了師傅的Facebook群組 去看過師傅的照片 我看到有些畫符那些畫 真是說 很漂亮 很有力量 所以我不懂了 真是門外看 我都不可以扮 其實畫符這件事是怎樣可以幫到我們燒災解爛的呢 其實符咒這件事 你問我有沒有 其實是有的 其實我可能先介紹一下 其實我本身是神功師傅 我也有教徒底 也都會用符咒 有些特定的事 我都要幫人 如果有些時間 我可以講一些個案 譬如說 靈界的東西 我試過 甚至乎有一個台灣的 然後就被貨車撞到頭碎了 頭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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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不死得 很巧的 就去 阿黎那個美女 那個弟弟 她是那天 你能開名的 那天撞車 她是第二天 在台灣 是 沒有拉扯的 只是拉扯著一件事 大家都是傷腦 而這個人的頭蓋骨是假的了 現在 我亦都用符咒去幫幫她 有機會就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用符咒 符咒的力量是有的 我聽得最多 就是明慧講 不止明慧 有些朋友都講過 譬如說 噎到魚骨 然後就滑符在水裡 然後喝了 就會解到那個符 解到骨 其實這件事 是解到骨 其實很多 其實這裡 你聽一下這裡 很多方法都有 其實每個門派 每個門派 只要是用符咒符錄的 它都有這件事 可能方法不同 或者其實大同小異 沒有什麼變化 只不過大家要知道 我們歷史流傳 其實我們中國的中華文化 有五千年歷史 其實有人 就有毛這件事 毛術這件事 毛術就是包括這件事 所以其實符咒有沒有大力量 好像你 如果好像我這樣的經歷 發生過這件事 去用過這件事 你就會知道他有這樣的經歷 但是我可以舉個例 好啊 有一個 譬如我們神功 學 學 譬如說我修徒底 教了他之後 我就會用刀給他試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 就是用刀斬不入 即是那些神打那類 是的 神打那類 那為什麼被人 很多人分上童 標童 一些叫神功 請鬼叫神打 其實我跟你說 以我做法師的身份 去答這幾個名稱 其實我跟你說 都是一模一樣 一個字的 都是有一種力量上了你身 其實我們神功很簡單的 不論任何師傅 他們都不可以不回答這句話 是 我們學到的符咒法術 其實都是祖師爺 鋼法給他們用的 是 我們人這麼渺小 那幾十年 你怎麼可能有這麼高的無償法力呢 可以幫人驅邪治軌 是 好實講我也聽過師傅說 師傅 如果你入到那間屋 看到那些灰杯碟碟飛來飛去 那些胎胎一蹬飛來飛去 那飛來飛去那你怎麼搞啊 那師傅你怎麼做啊 我一定是走的 為什麼呢 我學法學這麼多年這麼久 我都沒有辦法 另一個杯和另一個碟飛來飛去 是的 我怎麼去抓你呢 所以我可以回答你一件事 這句話呢 有少少價格的 是 我亦都去過人家裏 或者是撞鬼 撞車 甚至我親眼見有靈在我面前出現過 是 我不相信很多師傅都不敢說 我看到那個靈站在我面前 我是站在我面前 見過 他都不需要飛來飛去所有的東西 是吧 那你都不行的 那那些飛來飛去是什麼人 是的 那那些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那可能是一些幻覺 或者是幻術的方式 或者你纏繞得太久 你對到的虛幻 或者我亦都有一些個案 他就是吃了那些碟頭之後發生的事情 是吧 看到一些東西飛來飛去的 又說撞鬼 那符咒呢 我們又有神打 譬如說 我們會吃碟釘 吞玻璃的 是吧 那老實講人不會做的 是吧 那老實講那塊玻璃 你看著吞進去的 那你問回那個責任家師傅 我回答你是真的 是 那我們為什麼就告訴你 原來我們符咒力量 食符這件事 可以幫助我們有這個能力 嗯 其實我們就這樣 去告訴不明白的人 聽 符咒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想問一個比較愚蠢的問題 剛才師傅說 師傅其實是一個人來的 是吧 但是祖師爺其實不是一個人 不是人來的 是一個靈界的一個導師 可以這樣說 可以 其實每個神功 我們撇開 其實你說道家 道家 為什麼我們現在神功 入歸入了 比如茅山入歸入了道教 是 和地門遁甲有什麼淵源 其實呢 是會懂這件事 只不過現在分流了 有些失傳了 有些師傅不想教出來 其實它全部有淵源的 大家要知道歷史裡面 原來 為什麼有這些負責 我們中國的文化很簡單 經常打仗 是啊 部落跟部落打 是啊 國家和國家打 打很多仗 五千年來不斷地打仗 是啊 那你會發覺很多神功的 標同上同 就是會動手動腳 打架 整個會保護自己 現在保護自己 以前其實是用來做什麼事呢 用來打架 打仗的 OK 是的 那也都有 譬如渠滿頓格 其實用來打仗的 也是 那叫佈陣 用最簡單的人 最少的人 去完成一個戰爭 那樣成 那其實你來去去都是 最重要是打得的 嗯 刀槍不入都是為了這件事的 是 但是現在來說呢 已經是發展到 現在已經成熟一些了 因為沒有辦法的了 你問我現在師傅 用機關槍射你會不會死 就是我老實說 我不會回答你的了 我都未必 我都未試過 所以遲些才回答你 那你就 所以現在已經是 譬如說發展到現在 就是收身 可以修煉 整個都要歸入了 道教裏面去管轄 去管理 是 我們都要深信這件事 那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的就是 同身這件事 那譬如剛才說的祖師爺 其實祖師爺就是創派的人 是 創派的第一個 他創派的就是代代相傳 由他去負責管轄 這一班 再下來的其他的弟子 一路管轄 代代相傳 我們很多時候的法律幫助 都是祖師爺幫的 都是幫我們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祖師爺也是修煉 都修煉成政果的 他也是人修煉出來的 OK 他也有祖師爺 噢 一環緊扣一環 即是師父 是的 所以你不怕你法力不夠 好了 然後我剛才也見過你們想問一些 很多時候人家聽到茅山 就覺得是邪門 是的 你要知道他原來很奇妙 當祖師爺 祖師爺 祖師爺會分配一個神靈 或者是靈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神 是靈 另外一件事 就好像西方 西方國家也都有 一種叫做指導靈 如果你有機會聽過有人學一些靈氣力量 Rekhi Rekhi 它已經講指導靈 是 指導靈的意思就是 能夠下來幫你的 不可能是天使 可能是你以前祖先 先人 去幫你的人 其實是大眾小異的 都類似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較為直接一點 和安全一點 是 你們覺得安全一點 我會安全一點 為什麼呢 我們有很多方式的保護 是 譬如食符 符咒 或者一些其他力量的幫助 或者一些法器的幫手 可以令到人安全很多 但是會不會有時候 譬如一些 我真的不太熟悉這一方面 譬如說去到靈界 其實它有高的靈 有低的靈 沒錯 但是我們怎樣 譬如你們會怎樣去分辨到 它是高靈 還是一些低靈來拿東西的 所以我們會全靠 我們教師傅的經驗 如果師傅的經驗不足 整個教的徒弟出來 其實是有危險的 是的 我最不喜歡 有些師傅 有些教三天先 三天 你拜師三天之後 適者父可以幫人治病 驅邪 我覺得你自己 拿自己的命來教非 是的 為什麼呢 靈真的有惡靈和非惡靈 其實我想講一個 譬如說師傅 我們有個徒上身 那為什麼 那你說有沒有師傅 真的用來做一些 作間犯科的事情 是有的 是的 有些人也有人質問過 師傅 祖師爺不會看他們的嗎 我告訴你 原來我們在修煉修行裏面 祖師爺派了一個靈 或者一個神靈給你 那為什麼祖師爺派祖師爺 你會看你的因人理的情況 你的性格 而調配的 是一個配搭 配下來之後 你想的東西是差的 它是跟你的 因為它的職責只是負責 是陪你一起修行的 所以它是會跟你的 你惡它惡的 你邪它邪的 你人正直 你的同事會跟你的正直 當然啦 你的管理 當然有早才會管住你 管轄你等等 當你對到一定的時間 譬如說人很奇怪 人有一個複雜複德的 你收到這個法 其實你有緣的 是 那收到這個法之後 如果你真的亂來的時間 到一定的時間 好啊 你的分數被扣了 都要還債的 是嗎 就是簡單一點 祖師爺就會管你了 就會收你的東西 那你都很淒涼 為什麼 這很簡單的一件事 差人犯法 罰得是很重的 是啊 那你就慘了 這次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 有些弟子有些姓 有些人跟郭師傅說 你見到哪有哪有 這樣 亂來這樣 為什麼你不生氣 各有各有各有的戒律 他有他的懲罰時間 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是嗎 所以就是這樣解釋 其實是很安全的 我覺得 這麼多年齡 如果沒有見過有弟子有問題出現 嗯 最重要的是你守住我們要的戒律 就可以了 是 好了 所以有一個靈 幫助你了 去發展了 去發揮了 好了 譬如說說我先 我用了這個 用了神功 其實我用了這個 我去到 其實我十七歲開始收徒 十四歲 這麼早 你十四歲開始學 我聽師傅說的都是我屬於元大的人 什麼叫元大 緣分比較好 哦 祖師爺肯幫 其實我也是 我曾經做過生意 我早期就收過一班徒弟 我一直下去的時候 我就發覺很奇怪的 我們很多靈動的感應很強的 很強烈 甚至我去到一段時間 譬如我和你面對面接觸 我會突然間浮現你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說些來聽一下 我都很正氣 師傅 好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花枱這裡都正氣 直至去到一段時間 我二十三歲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我就發覺不行了 因為這一種的感覺 不是我隨心而 為什麼呢 就是他隨時要有給你的 你就給你的 是 如果沒有他就不發生的 你怎麼求都不會給你的 是他就不給你的 是 或者我想要看這個人怎麼樣 他可以不給你的 是 開始就發覺 奇怪了 開始就慢慢 就對術數這件事有興趣了 我就開始 就是初初的時候 你沒有開始碰任的 沒有的 就是最多息子炒來某 好了 開始就醉心這件事 開始發展下去 又有機緣巧合 二十五六歲 又去到大陸 遇到一些風水師傅 你也知道當時的國家很隱蔽的 是的 不可以講這些東西 當然 我靜悄悄悄去學一下 越學就越有興趣 我學的是一些實用的東西 這個又是另一個師傅來的 是嗎 是一個風水的師傅 這幾年我跟過無數的師傅 一直都發展下去 剛才你說的電話號碼 那些東西 其實呢 我可以跟你講的是 我是因為我教了十幾年 是 如果跟我學八字 學風水術數的徒弟 我記憶最少了二三百個人 嗯 我由九五九六年開始 嗯 那你就 譬如說教這件事 我就會把這個電話號碼 那些呢 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做那些 就是給他們學八字幫人批命 很多時候 你們很難捉摸啊 或者甚至乎 人家給出身而約 你去論命 你很多時候搞不定的 我是完全沒有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會發覺 用電話號碼 去教一些方法 去訓練他們和人聊天 你可能好像阿明慰那樣 跟你講你的號碼 他可能很夠的 嗯 但是如果你給出身而約 可能他就暈了 為什麼 就是兩件事 是兩件事 為什麼呢 電話號碼的理論很簡單 一個人出生之後 有個名字跟著他 是的 那個名字就代表了你 是的 那我想問你了 電話號碼其實也是代表你 嗯 那就是說你也有緣分 去用這個電話號碼 是 所以我 我 原來電話號碼 是一個最容易觸摸 而且準程度是比較高的 或者性格 嗯 其實運用到可以用電話號碼 可以批評你的人 近來的命運是怎樣的 是可以去到這樣的 那為什麼這麼簡單 你現在出街 除了穿衣 拿錢包之外 還有什麼一定會戴的 電話 是的 電話打給你那時候 收到的東西 開心和不開心 會不會影響你 會 是的 那你想收多些開心 就想收少些開心 多些開心 沒錯 那原來電話號碼 電話就是這麼奇妙的了 既然電話號碼 你都可以領得到的話 那其他可以 其實我們追求就是 在術數應該是放在自己的生活化裡面 是 放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去運用 術數是不是一個科學來的 不是神怪的 我都覺得是 裡面有一些奇緣妙在這裡 是的 所以我現在去發展 譬如說 神功 是我用最 譬如說我在術數 譬如說風水 去幫人看 風水力量強不強 其實都挺好 我都信風水 環境學 環境學 你當你的房子很舒服 很開心 井井有條 我可以跟你說 你先生住了這間房子之後 會多回家 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 我自己有個經驗 我曾經住過大圍某那裡 我就不熟風水 但是我相信風水 那間房子 我記得我搬進去那天 我開門 一開門 一陣冷風氣地吹過來 我就想 為什麼這個包糟婆 不生冷氣 浪費了電 然後我一進去 我就真的沒有管動 全家屋的窗 全部關掉 沒有冷氣 那一陣冷風 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然後我搬進去之後 是由頭髒到尾 住了短短八個月 走都走不遲 我沒有見過東西 但是運是衰得 總之是很多不開心 很多不幸運的事情發生 我後來搬了 我就開始發現 我有時以為 你這個人是當運 走好運的時候 你找一間房子都是好運 或者你這個人是當黑的時候 找一間房子都是壞的 但不是的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其實就是 你有運的時候 事實你找一間房子是會好跌的 好跌的 是啊 你都是黑仔的時候 真的要靠一些專業一點 其實我覺得風水不是一個神怪的奇怪 我也覺得是 記住在風水裏面 其實 楊澤的風水 譬如說你住間屋的風水 在我們風水學裏面 其實是最簡單的 因為是為你度身訂造的 是啊 是不是 那 譬如我們這樣 我不知道會得罪人 我也講一下 現在很流行一些 現在很多名牌師傅等 那個位置 財位是擺財滑 那個位置不好的病位 就放些東西化了 這些就等於你現在揭換通性 揭換通性 看誰是紅色 你就結婚 不是紅色的那些不用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 也都可以講一件事就是 你今年犯太歲 犯太歲如果這麼大件事的話 每個人都有事 我相信醫院應該全部都屬蛇 或者屬豬 我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你今年犯太歲 我媽媽為什麼每年都說犯太歲 其實犯太歲是什麼呢 真是奇妙 譬如你現在訪問 目前訪問過 成名師傅 告訴她 她會和觀眾說 可能會說這件事 屬蛇的人會小心些什麼 會知道些什麼 但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說 回頭 她會再問 你要再問她 她要問我當然回答她 難道有人會說 我不會說嗎 屬蛇一定沒事 怎麼可以 師傅可不可以說一下 剛才我們喝茶的時候 說了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些人說自己撞鬼 然後找師傅來趕鬼 那樣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說一下這個題目 我覺得很有趣 撞鬼 你問我 我信不信有鬼 其實有 我都遇過 我都看過 我亦都解過 但是我很多時候 我久不久都會看電視 聽一下 發覺那些 我雖然不是在神功界活躍 因為我有很大段時間 我是為客人走去外國 或者國內去看風水 我記得師傅你有時候去到英國這麼遠 去幫人看 英國 意大利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我會去很多這些地方 所以我見得多 那些人的感覺不同了 那 譬如撞鬼 我見過有真的有假 但是我大部分 八成裡面 都是情緒有問題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拍遠 也有很多這件事 很簡單的 譬如說撞鬼 現在城中很流行 差不多有華人的地方 都會撞鬼的 你閉上眼都有人說 你去到任何地方 你開著的華人電視台 都在撞鬼 除非大陸 都在撞鬼節目的 撞鬼 有一塊屯光飆過來 那些 很簡單 有一些師傅去親身示範 怎樣捉怎樣的 其實在幕後 去訪問他的時間 那些人都會跟我說 師傅 那些人走來說撞鬼 去到你那裡 你跟他說你不是撞鬼 你傻的 你傻傻的 或者你精神有問題 那只有兩件事發生的 那個人就會覺得 你都無聊的 你都看不到我撞鬼 我明明是撞鬼 你都說我無聊 我明明撞鬼都不是我 我不是撞鬼 好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要不就是你道行未夠 你不敢捉 你那隻鬼太厲害了 是的 你當然害怕 只有兩飯而已 不會相信你說 不如我大聲說 你真是撞鬼 我覺得塞十多條褲 塞飽了你 燒魚吃就吃了 吃完 啊 怎樣啊 一聲啊 有 就是出來了 那些人就會相信 沒錯 那些人就會相信 那些人就會相信 但其實是否真鬼神 師傅自己知道 是 我對自己的親生經歷很多 那些 你說那些 發狂 上身會跳 好實話 我經歷這麼多 也解了很多鬼 甚至有些 就說很厲害 上身要抓 都不會在我面前 會踢手踢腳 打人 不會的 那些像做戲的拳 一喝就會停 是啊 很奇妙的 如果你喝都不停 根本你抓不到 你不要說要發解 你要找自己師傅 很厲害的 那個靈魂 沒錯 很多這樣的情形 如果你想聽我 有些個案 都可以講 我想聽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喝口水回來 再講講 好的 好 現在又來到我們第二節 師傅可以再講講 你剛才說的那些 踢手踢腳 或者是一些靈異的個案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 那我可以講一下 其實我在英國 我又見過 其實是怎樣的 一個能量 還是一個人樣 可以講是能量 你問我 我接觸 我見過是有能量的感覺 也是有形的 整個形態 會不會有些 簡直是一個人樣 是不是透明明的樣子 不是透明度很重要 其實 他們在講一個透明 或者一個演影 其實我可以回答你 其實可能是那些師傅 或者那些人 感覺到 是 感覺到的感覺 真的會是看到的 你說感覺的感覺 不如我講一個例子 很多年前 是 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泰國朋友 因為來香港辦課 就會在家裡睡 我這個朋友租了一間屋 他去你家裡睡 不是 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有一天 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跟我說 我家裡有點不妥 為什麼呢 因為泰國朋友 來我家裡睡 他就講了一件事 他很奇怪的 你知道泰國人很喜歡拜佛 有佛牌 原來他經常出門 有一個人四處去 這個泰國朋友 他就會把佛牌 譬如 脫下來 他就會動在那裡 他就會躺下來 他是一個習慣 是 躺下來 放在他床頭 他就去了這個朋友 新租的屋裡面 睡 睡到一間房間 睡一半夜 突然間他說 會有一點點感覺的驚醒 就會醒 醒了之後一看 就會很自然的 因為他 視那個佛牌是他的守護神 是 就會立即看佛牌 看到佛牌站在那裡 噢 動在那裡 這麼奇怪 是的 疑似者 再睡覺 再唸一念經 他們很流行的 唸一念經 再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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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來 又回到一身 又是動著那個牌 我覺得很奇怪 第二天 跟我說 我說這樣 好吧 我去家裡看一下 晚上吃完飯 八、九點 去到家裡 嗯 一去到家裡的時間 那那間房間 你知道那間房間 有趣的 我們進去裡面 床頭就貼著房間的牆 是 好了 這次房間的牆 我看到 真的好像說 有一團黑的影 哇 黑影的影像 那我當時就覺得 咦 是不是眼花呢 就揮出眼睛再看 一看 我就糟了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說有 那個泰國的朋友都說 我就睡下隔的那張床 我都覺得是那裡有些問題 嗯 那我說OK 那我看看什麼事 老實說 我剛剛吃完飯回去 我手上任何東西都沒有 沒有一些東西 那我唯有就是 師父教育 到時就 自己修行的東西都出來了 是啊 有什麼就用什麼 有什麼就用什麼 那最後我就會怎樣呢 我就說 你們不要怕 那團的光 他們看不到的 但是我看到 我說你們不要管 你們在那裡 那我看到一個感受就是 一個老人家 埋了在那裡 沒有惡意的 嗯 那他想我們幫他 那好吧 那我就借了一間 就是另外 小朋友的一間房 我在那裡 就做一點點法治的事 問一問才是怎樣 他就說 那個人呢 是以前的住客來的 住客來的 以前一手的老太太 嗯 死在那裡 是 現在他不會走 走不到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上一手 帶不到他走 哦 那 跟著呢 他還跟我說 就是 這一棟牆的後面 其實是一個神位來的 哦 那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明明看到是阻合櫃 是啊 怎會是神位呢 是啊 好啊 接著我聽完之後 我出來跟他說 喂 你們以前上一手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老人家住 他說沒有什麼聽過 不過好像是有 因為這些是朋友介紹 真正的 那跟著我說 這個櫃後面是否有個神位 他說是啊 你怎麼知道啊 我問我為什麼 原來那個組合櫃是蓋上去 真的有一個神位 就是好像入了牆 入了這樣也可以 那只不過是把那個組合� 遮了它 剛好遮了那個神位在裡面 那個神位一定是先人神位 他說是 因為是他親手遮住它 我這個朋友不是太信神 就是鬼神一點 所以他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客氣了 他真的可以跟別人拿到 我給他一塊錢 那就是當自己買的 那就是沒有符 你想一下 我想到是怎樣 他家裡有小朋友 你一定是有畫公仔 畫畫的畫紙 畫紙 給我弄一張黃色的有沒有 沒有啊 紅色都殺了 真的有張黃色的 弄完 我真的在那裡去 隨手揮一些負責的東西 你不要管 都來 為什麼呢 我就在那裡請 請 就是會做一個法律 就是一拿 就收 收 我們毛山派很多術的東西 是 不外乎就是收 就是收一些不好的東西 是 收 另一種就叫 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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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記到某些位置 譬如說把你的疾病寄到樹上 把你的疾病寄到水上 是可以的 把你的疾病寄到一些 生命沒有痛楚的地方 寄 另一種是 寄和鈍 鈍 是的 鈍是誰鈍 就是鈍走 就是把某些東西 由其他的東西送走 另一種是打 打 收、記、鈍、打 各位聽眾 就是打 打的意思就是鬥法 破壞一些東西 毀滅一些你的規律 那個意思 我們就用收 和送走它 我記得就是那些一收 今天那些溪錢 那些 我就燒 一燒的時候在喉頭梯一燒一扔 我告訴你一扔出去喉頭梯的時間 這幾十張溪錢和這條我寫的符 是落地的那一刻成灰 是快到很重要的 即是它收了 是很快的 如果我們說的符快用得到的話 它會有很多顯示給你的 顯示給你的 就能看到 好像這樣有些地方 比如說 比如你剛才說 你進一間房子 有一陣很寒的風吹進來 它可能沒有惡意的 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它可能會顯示你聽 我在這裡的 是的 是的 我在這裡了 你要留意我了 或者 其實很多時候在家裡遇到一些 比如靈 或者是先人 或者是有些靈界在家裡 你不知道那些 它要顯示顯影 其實它不一定是惡的 不是要傷害你的 無受無怨不會找恩怨的 你記得我講這件事 是 到我今天我也是這樣說 我今天遇到的靈界的事情 都是無受無怨不會找你的 人家只不過在這裡住了很久 沒錯 只是一個叫做天線的原因 而導致 就是其實它可能 它顯示給你聽 我在這裡的 它可能有兩種原因 一個就是它想你幫它 是 完成一些它可能完成不了的東西 它有哀求式的 是 另一種就是因為 你真的每次都不理它 有些靈是有怨氣的 它真的是不抵得的 有種叫不抵得 它不抵得你什麼 不抵得你什麼 不抵得你幸福 不抵得你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有些英靈問題 英靈問題 英靈問題 就是落了小朋友 小朋友就不抵得了 小器那些 小器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 英靈那些 也不要太過給一些神棍 去騙你錢 英靈你是要處理 但是不是找個位置放的 是 你是害了它的 是嗎 你一定是送走的 是因為跟它無緣 你的緣分已經結束了 我們用一些方法發誓 去送走你 就是跟你的緣分議員 你有你的方法去走你的地方 是 不應該放個位置在那裡 有什麼供奉 那些其實是大錯特錯 但是為什麼會害了它呢 害了它 它無法輪迴 無法再走 哦 這樣的 是啊 是啊 因為我也遇到很多西方的 港寧學的人 我覺得很多不謀而合的 很吻合的 是啊 跟外奸那些 人呢 可以學習的 人可以學習的 人可以加幾億的 你知道嗎 加幾億 是 我們學到的東西 師傅說的東西 我很多都不懂 我學到的東西 讀到的書 我讀的東西 我會記住在那裡 我記憶的 我去哪裏玩 我有記憶的 你知道靈 靈魂呢 我們可以學到東西 它是加深的 但是靈魂只是得記憶的 哦 它就不可以加東西的 它加不了的 哦 這麼有趣 那簡單一件事 我早兩世你害過我 它會記得到的 哦 它不會再加到的東西 所以原來靈是很恨做人的 哦 這麼有趣 靈是很恨做的 為什麼要很恨做的人呢 因為它會學到東西 嗯 可以成為 將來可以 日後可以追求什麼 它會追求做高等靈 哦 那就是我們愛的 我們人是很想做神 這件事哦 或者做 總之好一點啦 是啊 做得好一點 好啦 又走回來茅山法 那方面 等等 我們學授茅山術 或者學一些符咒的東西 我們做回我們的功德 我們比如說 像我這樣 我隔弟子都是這樣的 有人來求我們 要我們幫他做的 我們可以幫忙 是 我可以回答你 分文不取 哦 OK 好的 如果人家犯了 我外面有很多 是收了很多錢 做了一些事情 如果你是犯了法事 犯了法 犯了法 或者你是有些很有錢的人 你欠了 就是你 現在延遲抓你 做壞事 延遲抓你 不論有沒有 大家都是講運 如果需要負責幫他 我都要收錢 我收的錢出來 我有我的做法 是吧 可能我拿些錢出來自己用 可能我會拿出來做其他事情 嗯 我就會有這樣的規則 是 是 其實有很多人不能講的 因為太講得多就不行了 譬如有很多 新的 那間公司 新什麼什麼 那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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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有沒有做些什麼呢 這些不要再講了 OK 因為這些太過有錢了 不行了 那很多 我做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我沒有開價我會的 嗯 我開價他們 他們給得出的 嗯 我們就要做其他的事情 是吧 譬如做線士 等等 你看到我的facebook那些 都看到 我們會去把這些錢去做 就是幫他們化解些 你有興趣 聽我的道壇術學會 我做些什麼 我又可以跟你講一下 是吧 好 好了 譬如神公公剛才所說 可以收 可以記 記 記又是什麼 記就是把某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你身體有病的疾病 我將它記在科書 師傅問多你一句 其實收這件事 會不會是 其實 如果我用密宗的了解去 其實是 找一些更加高的靈 是將它們摺走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沒錯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我聽朋友說 很多時候我們以前 我自己在教會裡面 因為我們比較 叫做開放一點 就是經常教我們趕鬼 然後我後來 我的密宗的朋友 就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趕鬼的 有沒有搞錯 你們學人趕鬼 哪有趕得到的 趕不到的 你激怒它 你是不是更壞 怎麼會這樣說 好像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說 我們茅山神功 這是什麼 我們不如談 一些符咒 遇到的方法 我曾經 我認識了一個老人家 現在不在那裡 她是一個類似神功的 不過她又有符咒 是 是 天則聖教 我認識她很多年 有一次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有沒有見過媽媽師傅 我問什麼事 她 那些鬼報仇 我說為什麼 七十幾歲 報仇 很害怕 那為什麼 她說 某師傅跟她說 她說 很多年前 她趕過兩隻鬼 就是幫一個人趕過兩隻鬼 一回來找回她 有一天 買 師傅你買一點 然後找回她 就是說你找回她 她說為什麼呢 她說 她有兩個靈 她說穿青莊 嘩 手指甲很長的 就掘著她 真是好像演戲一樣 真是紅金寶 這次 問她 跟她說 以前我沒有你辦法 我要走 現在你老了 現在你老了 我現在回來找回來 大概一年左右 她就去世 就是她自己都搞不定 如果這樣 就是告訴你 原來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我們都有一些神功師傅 很大年紀 送走她 她不在那 我記得有個師傅 都幾出名 她死的時間是怎樣 她 聽不到話 盲的 濃的 行動不方便 聽不到話 盲的濃的 聽不到話 只是有人祝福著 慢慢走 她死得很辛苦 是的 原來 我很機緣巧合 因為我十幾年前 去到馬來西亞 我遇到我們家族 原來我們自己的家族 因為我們的家族很早期 我們在馬來西亞那邊 是很有錢的 我們有鋼頭師 我們家族養了鋼頭師 因為馬來西亞是要的 鋼頭師 她統稱鋼頭師 其實是一個法師 是 那就是保護著我們全家人的 嗯 那我就 我十幾年前 我遇到她的後人 那我就 後來呢 我們都有聽過這些 就問回她 她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法師的師傅 最多趕她走 是 其實錯了 是的 我聽 因為你一定會回頭找回你的 是 因為鬼呢 是最有耐性 她會用很久的時間 去等你最差的 那就是 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這麼多事情做 沒錯 所以呢 法師呢 法師一定要有很多事情 要小心就是 法師一定要有法器護身的 嗯 法器為什麼要護身呢 我們沒有花毛霸熊的 我們到年紀衰弱 衰的時間 我們的法力是會低的 我們的力量是會低的 我們就要靠自己以前做的法器 你問回我有沒有法器我大把 等一下我們說什麼叫法器 法器就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法器就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我身上好像有一點 我以為真的有一個工具 是工具 是工具來的 沒錯 法器保護自己 就是用來保護自己的法力藥的時間 出來保護自己的 比如說年紀大了 或者有病了 可以這樣說嗎 是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還有什麼呢 就是說 零可以回來找你 是 所以我們當靈要解的成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方法送走它 是 送走它給我們的陰師 比如我們的祖師爺 或者其他的神靈去管實它 看實它 去化解這個願仇 或者用一些方法去令它平復 就沒有了這條根出現的 是 譬如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就是 前傳後教我們一家神功的時候 前傳後教師是師父教這個徒弟 你才會認識的 是 以為你不會認識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這個馬拉師傅 為什麼我這個馬拉師傅呢 他一開始要我拜師做他的徒弟 但是 OK 但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已經拜了 我已經二十幾三十年了 我有我的徒弟 你自己有師父 那時候馬拉師傅 又是很奇妙的 一隻烏鴉帶我去見他的 真是很奇怪的 我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去到的時間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拜師 不拜師我不會教你 我說不行 我不行了 我自己有自己喜歡 你叫我無緣無故去拜第二個祖師 我一定不行 因為你之前拜 你十四歲拜的時候 已經說了 你不可以另外拜師父 是吧 後來他就發脾氣了 趕我走 這麼現實 那我走就走 我不好 就走了去 他以前是我們家族的 鋼頭師傅的後人 是 和我們都很淵源 我的伯父 經常和他很友好 他第二天打給我 他說這樣 你認乾爺吧 我好啊 認乾爺當然可以 乾爺就OK 我認乾爺OK 我去讀他真的拜 他說他真的把他所有的東西交給我 我在一本符書裡面 就看到一條很可愛的符 很奇妙的 只有幾個字而已 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我很有興趣的 我問他這個做什麼的 他說這個叫做化寶符 化寶 是不是那些符都有自己各自的名字 各自的能力的 各自的力量 我聽到它叫做化寶符 很奇怪 化寶就是金銀煙子 就叫做寶 化金銀煙子 就燒下去了 他說不是 但是 這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 當你收到別人的一些牌 佛牌 一些法器的東西 你要連這條符包著它 燒了腳 就是把這件事 交給我們特定的神 看守它 或者超渡它 或者發解它 如果你不這樣做這個方法 它會回來找你的 OK 遲早讓你力量最差回來找你 那你就真是辛苦了 它可以令你身體不好 令你記得很多的東西 玩到你殘 玩到你殘 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很奇妙的 原來法師都有這幾樣東西 那法器是什麼呢 你看到別人戴手的法珠 對 香港人最流行的 有些 有些 劍仔 我們有線 我們有線 還有護身的東西 護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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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的 我自己有一支 木劍仔 很小的 大概六寸左右 有些特定的方法 就隨身戴的 那些要陪著自己一路練 我有五十年 他就有五十年 有些什麼用 那些就不告訴你 好 因為免得去圈掩 說你更古怪 那我就會一直去發展 那有時候 我們用符法的東西 我們又要用到草人 真是一個紫草人 紫草人做什麼事 用來記的 譬如說 紫草人代表某個人 身體健康有事 或者有其他的東西 紫草人當是一個人 由這個紫草人開始 幫他解釋他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又可以真的好像電影那樣 電影不一定是假的 但他的方法一定是假 那個草人在那裡 可以用什麼去揍他 令到個人有事發生 或者身體有問題 其實是可以的 那你說我有沒有用過 我是沒有做過 就是不要這樣去弄別人 我聽過很多國家都有這些 我以前在教會也聽過 是真的有的 可以的 是可以的 用鏡也有些 是的 我有沒有做過 小的小情大界有做過 就是那個人沒有運 摸傷了 很有趣的 他的摸傷是三天摸三次 是摸到你自己覺得他不行了 有事了 肯定有事了 就是這樣他有事發生 就是他得罪了我之後 那些是好性 十八九歲 分三天摸三次 每次回來 一天嘴唇爆了 一天鼻子崩了 就是自己覺得都不好 覺得很可憐 就收回那些罪 竟然什麼事都沒有了 就是很奇妙的 所以其實 我在這個罪的路途 就見很多 真真假假很多 是的 所以你們這樣問我 就幾奇妙的 那翁師傅 你們茅山其實是 拜一些什麼像的呢 我聽說是有拜觀音的 我主要是拜祖師爺 我叫胡宋霞祖師爺 其實祖師爺是有沒有一個名字 胡修華 胡修華 是在神功界裡面 都幾多人認識他 那他也是 就是說就是 相傳就是 在南洋一帶 鬥降頭師的 嗯嗯 那他都幾多淵源的東西 是 那我神壇都會拜觀音 好 那觀音 為什麼觀音很奇妙呢 我自己 就是 有很多法門的東西 都提到觀音 嗯 觀音的 那他叫觀音為天尊的 天尊 我們奉觀音叫 我們道家奉觀音是天尊 嗯嗯 那有很多時候 很多符咒符法的東西 甚至醫病的東西 是 那我們都會請到觀音幫忙的 嗯 我們會請到 所以我神壇會坐在一起 嗯 我們有個叫觀音像 專醫病的 嗯 所以我們坐在一起 可以幫助我們行法 嗯 那我們都有個雷公 雷公是什麼 請問 五雷大將軍 雷達將軍 五雷大將軍 和雷有沒有 和雷公 相傳是他主管雷部 是 專行摩服妖 那類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會擺雷公呢 其實是因為我馬來西亞的雞爺 是 馬來西亞雞爺 他的符法是由雷部開始的 是 是 所以我又要尊重他 嗯 因為我亦都有用他的東西 嗯 我亦都擺了 嗯 只不過是擺這三個神 哦 OK 那你就 那我去馬來西亞這麼久 我就 見很多法師 是 那我就會發覺 很有趣的 我會發覺一樣東西 包括風水都是這樣 嗯 他們很多妙壇 妙呢 就是那些叫被人參神的神壇 超過百幾個神像 是 超過 他們原來覺得越多越好的 嗯 那甚至乎有一次我見到 原來有了耶穌在那裡的 都拜了這樣 都拜在一起的 因為他們馬來西亞叫馬華 就有五教歸一 他們什麼都拜的 哦 OK 那其實呢 我在我們的風水學裡面 甚至聽我看風水的說 就是 如果一個法師呢 那個神壇拜得神多呢 我可以告訴你 證明這個法師呢 就沒有什麼安全感 就算我由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看 其實你找一個神去保守你 OK 沒問題 可以保護你 用什麼要五個這麼多呢 或者你越多越好 他不是呀 他有百幾二百個 那就是告訴你 其實在風水學上 這個人是沒有安全感 是的 他要抱很多很多的菩薩 擺在那裡 就是拿很多護照 他覺得這些菩薩 某個菩薩擺在那裡 譬如說觀音擺在那裡 他就是觀音不會跟我對的 我這麼想一下 放拿渣在那裡 拿渣就不會對我和我 就是會害我 他會幫我了 那他就會找百幾二百個神 擺在那裡 就是他唯一的就是幫自己了 其實簡單一點 他就對自己完全沒有安全感 沒有信心 還有師傅其實會不會有一些神呢 真的不是可以亂拜 譬如說 我就不熟悉 譬如說觀音 我就覺得很正氣的 是的 但譬如說四面佛這樣 是不是其實都有些 怎麼說呢 如果真的拜四面佛 應該有些不同的做法 其實每個 拜每個神 或者每個方法 每個地方 都有不同方法 是的 譬如說 四面佛是泰國佛 是的 那如果你要拜他 應該以泰國的禮儀形式去拜他 是的 那我覺得 你就這樣才為之 真是供奉他 那你完全不懂得他的禮儀儀式 回來就用回你想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你第一 已經不尊重他了 因為我聽說 譬如說四面佛 就不可以放在屋裡面去供奉的 要放在屋外 是的 沒錯 因為我在泰國這麼多年 我去泰國很多 其實都去 甚至很多政治人物 那些我都幫他忙 是 是 那他們所說的就是 泰國四面佛其實是魔來的 是 是受佛祖點化 就變成了就是 幫人間的人呢 是掌管四育 喜怒哀樂 我都聽過有類似的東西 是的 其實他是有可政可邪的 是的 但你不可以亂拜 你知道別人做什麼 那通常在泰國來說 他多數擺在 當一個地主 在住宅的外圍呢 是 做看守的 外面 外圍的 做花園 外圍的供奉 做看守神 是的 那你自己帶回家放 其實你就已經大作特作 他始終有四個 就是七成六育 是 他四個面就是 有色 有色的 有酒色才氣 這酒色才氣裡面呢 那你可想而知 你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見過很多個案 都是挺不安寧的 但是 都是要看你這個人 他人怎麼去供奉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供奉那個神 你一定要很了解他 是的 我都覺得是這樣 如果他不了解他的時間 你不是很尊重他的 你無必要 因為我認識的 有些人 有些老人家 就是家裡又有 觀音又有 地主又有 然後裡面又有個四面佛 我就覺得有些 是不是可以這樣亂拜 或者你剛才說的那位 那些風水師 拜百多二百個神 是的 那些法師 隨時有些什麼不同的事 但普過出來 就說可以 我覺得不需要 不應該是這樣的方式 會有這樣的情況 OK 那師傅呢 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關於你的徒弟的事情 因為師傅在香港 其實都收了很多徒弟 香港有 明慧就是其中一個 香港有 外地也有 其實什麼人都會學得 是 是不是都要講一些緣份 那樣的呢 緣份 只不過是你將來的成就 是怎樣的 我們都有一些 就是我教這麼多徒弟以來 有些我都會覺得是 可造之才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我認為 但是其實 最後的都是 一個才藝 一個覺得自己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就是 好像我這樣覺得就是 我認識人工 那類的東西 其實是緣份而得到的 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厲害的 甚至乎有一段時間 我是不想被人知道的 因為不要被人覺得很怪 我覺得不怪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 我請師傅上來 今次講一下關於茅山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 不要說我們有沒有宗教背景 都會覺得茅山好像 好像有些邪門 好像有些很神妙 其實是很有神秘色彩 所以聽師傅你說 就會很多事情清楚很多 因為神秘的原因是 因為很多師傅不願意說 因為這件事是很怪的 如果當你用得到的時間 其實很多很奇妙的東西 甚至乎你想喜歡一個女生 她真的會喜歡你的 有一個方法的 所以我輪到以前的師傅 就很多時候 情願不教 是 怕出事 是不是怕些人亂用 怕些人亂用 沒錯 那就情願不教 但我覺得 我們的門派裡面 有自己的律法管制 所以我反而不會覺得 我們教徒弟有壓力 我其實是一個傾囊而受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寶貝 只要我覺得 你真是有心去用這件事 我一定會教 我有些弟子 真正正入門拜師 其實我有很多弟子 我是不用她入門的 她自己本身是神功師父 只不過 可能有些事情 她自己覺得不足 我們很講的 是師父教徒弟 是 有些不足 而是門派的 他們的所學 我教她的 我也不需要她給任何恩典 不需要給任何東西 師父我要什麼什麼 我不用 只要是你有心就可以了 我反而會怎麼搞都可以 是 但是我覺得神功很奇妙 她真是有她的力量 比如舉個例子 一個自信心不是太強的人 是 她學神功其實絕對有幫助她 為什麼 你會知道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我是講求你親身感受的 是 比如說你學問會領會得到 但是我以前感受得到 你一樣會感受得到 不會不同 不會一樣 不會不同的 那你感受到時候 你會發覺你多了一種力量幫你 你自然會 自信心會很強 是 每一件事的成功與否 你會發覺自己是有能力去做 這件事 又是因為有這樣的情形 你慢慢接觸會發覺 你會 這件事是真的 你的力量是很強的 有些人把持不定 就會慢慢覺得自己 與人不同 是 就是與眾不同 我要的東西 應該會比別人更好更多 別人的東西就永遠都是不好 是 自己的東西永遠是最好的 嗯 自己的決定永遠是最好的 是 別人的決定應該不適合要聽我了 那開始就會 Q了 覺得自己是無上了 忘記了其實你所有的東西 例如祖師爺幫你 或者是你的門 由你自己的心術來變化的東西 就忘記了 OK 那開始就出事了 開始離異 開始很多時候都覺得 人家的勁一點 自己的勁一點 自己的勁一點 其實每一門 每一教都有很厲害的東西 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我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給你 好啊 不如我們又休息一會兒 好嗎 然後再過來 回來聊 好 好 又回來我們第三節了 又聽一下 翁釋懷師傅 講一下他的徒弟八字 那些經驗 有些個案 譬如說八字 學八字 我記得有個 幾大年紀 五十多歲 走來學了幾堂八字 初班 接著就 逐個講 師傅 我說你有沒有一些厲害的材料 教啊 會飛 我說厲害的材料 我說厲害的材料 對 什麼叫厲害的材料 我老實說 我每一天都是教一些厲害的材料 對 你收不到是你的問題 對 我就說 這樣 因為我呢 就學了二十幾年了 哦 就跟過無數的師傅 十幾個師傅 十幾十個師傅 我跟過了 但我也覺得那些東西 就不是那麼厲害而已 是 他很厲害 這樣 那我就跟他講 就說 我阿先生 我呢 就跟過一個師傅而已 嗯 但是 都挺厲害的 是 因為我只是跟他 跟了他五年 嗯 那你跟了二十幾年的十幾個師傅 這十幾個師傅 個個都跟初班 那你當然是學初班的東西 是啊 你怎麼會學到最厲害的東西呢 是啊 那你不如找一個師傅 就用三年時間 只跟他學 嗯 那可能你會學到一些厲害的東西 那你經常覺得就是 那些人是很有趣的 嗯 你學東西啊 成的那些 你要別人教你 那你也要怎麼對人 那你給一個忠誠 或者給一個勤力的感覺給別人 你不會這麼教這些 還有這位仁兄似乎都那個 怎麼說啊 很不懂得專師眾道 也都不懂得說謙卑 是啊 無論是學原學或者是術數 其實我想謙卑這個元素都很重要 那你要知道 你來學東西 我知道你很想學東西 嗯 但是你有什麼理由 要我先教你 是啊 那你就要看一下 每樣東西是兩對的 相對的 是啊是啊 那這個第一個 那我最近又遇到一個學神功 那有兩個年輕人 那就走來我那裏 就說師傅 我想學神功 那我說你想學 你想怎麼學 是啊 沒有 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那昨天我也去過一個神功師傅那裏 上過去了解過了 是 哦 原來你是 購物來這裏 購物來這裏 購物去過了 那你就要了解些什麼呢 那我已經知道心裡有數了 是 那他就說 沒有 我想了解一下你怎麼學啊 多少錢 那我就很簡單地說 然後講完 那你又要用什麼 你有什麼條件的東西才學啊 嗯 那他就回答了 隨緣啦 哇 很飄巧 是啊 然後他就講了 那這句隨緣 就有點氣了我了 是啊 我跟他說 小朋友 你這叫不是隨緣 嗯 神功是一個很尊嚴很尊重的東西 是 起碼你坐在我 我坐在你面前的師傅 是非常尊重神功的 你現在在這裏買菜 是啊 這裏格價那裏試下 那裏看下 你以後不准說隨緣這兩個字 嗯 你在這裏格價 嗯 在這裏格下哪裏得 哪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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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能夠說隨緣 是 我想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隨緣是什麽意思 是的 你只可以說你要隔一隔一隔 你哪裏可以做得到 哪裏 每一個神功師傅出來教徒弟的話 他一定有他們的板斧 是 你不能這樣對待 很簡單一件事 你現在說要跟我學 嗯 我不會教你的 為什麽 我們還要過關的 是 什麽叫隨緣呢 有一天 你遇到某一個人 突然間講起 很有趣 你覺得很舒服 很親切 很想去接近這件事 這叫做有餘 嗯 你現在不是 你們現在去試一下那裏 試一下那裏 好實講 就算你們學 我都不會收你們的 嗯 那你們自己回去慢慢想想 我講這句話 事好事話 你們自己想想 也都遇到這些 那他們敢不敢回頭 不敢 為什麽呢 很小的這兩個人 都二十歲啊 那我覺得其實 現在其實講 學神功的人很少 通常學神功的人 現在學神功的人 通常就是說 譬如他受過 譬如說 給神功幫過他 嗯 或者他遇過鬼啊 或者他遇過一些事啊 幫他解決了 他就學了 嗯 他會學啊 他會成這樣 這樣的緣分 去遇到啊 成那些 會容易遇到 你說現在謀言的話 要去跟他學啊 成那些 其實我現在是選很多的了 就是在那裏選 和我一直開始退 嗯 我都是會選自己的 我覺得可以教的徒弟 他會去發展 譬如馬明慧那樣吧 有沒有一點點慰根呢 隨緣啊 啊師父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 徒弟 或者一些人來找你呢 因為茅山是比較 還有出名的 譬如法術啦 寫符啦 有些是會想來賺好處 那樣的 我學茅山 會不會可以 混合全香港的女兒 或者是賺很多錢 或者 會有這樣的人呢 也有 也有 也有些人 那就是靠自己的師父留意 不可以亂教 是 你說到這裏呢 就引起我 又想起這件事了 師父有很多故事講 其實有些人生遇到的事情 那你怎麼退啊 那我講馬來西亞的乾爺 那馬來西亞的乾爺就是 很奇怪的 那時候我跟他呢 我跟他說 我要學些什麼 就是為什麼呢 你說學一些符咒 我就不學的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都OK了 你懂了 那他就講 可以變字的 變字 我說什麼叫變字 是啊 什麼叫變字 在一張字裏面 徒手呢 就可以 將字會有字出現的 哇 OK 那我一聽呢 我就想起 油麻痺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榕樹頭下面很多 騙人的方法 哦 那其實好實講 我小時候很百厭的 這些地方的地方 我見得多 嗯 騙人的方法 我也見得多 那你變字 我說好啊 你變來看啊 那他就不行 你挑戰他啊 他就不行 你認了 拜了師 拜了師 我就做給你看 拜他做師 是的 那你認了他做乾爺 那時候我就拒絕了 是的 後來你就說 好啦 認乾爺我都教他 所以真的 在那一天 很簡單的 所以說神功很奇妙 不需要富麗堂皇的神位 才法力高的 我的乾爺很簡單的 只是一個爐 一張椅子 是 就什麼都沒有 嗯 那就是裝幾支香 什麼都沒有 那那個叫做神壇 我都第一次見 好了 去到之後 就做一些儀式 那他就走去 問我 你寫一些 四人八字給我 那我就沒有帶子 就拿自己的 有自己的利是封 那樣 就開了一個 那個生給他 他說 嗯 你先拿著 他為什麼 他說今晚要告天 因為我使不了法力 告天 就是告給天 他說有這個什麼人 哦 那我就走出去 拿眼油燈 OK 拿眼油燈 之後就拿回那張紙 他說你給那張紙 我給他 接著他就用虛空 用一個劍子 在那張紙上寫幾個字 就是這樣撩一下 撩完之後 他就看 咦 沒事 那其實我當時就已經留意著 他有沒有做手腳 有沒有弄一些透明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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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膠水 那些什麼 就看著他 他只是兩個手指 觸摸著一張紙 就離開 離開 離開 只有兩個手指 還有那張紙是你的 是我的 兩個手指摸著一張紙 其他全部是觸摸不到的 他就凌空這樣寫完之後 用一些爐灰寫下去 他說有了 就給我 你好好記住這四個字 記住這四個字 以後這四個字有用 是 那一看 真的有四個字 我就想起 嘩 膠水了 好了 接著我還沒記住這四個字 師傅很有趣 我還沒記住這四個字的時間 我就用手指去觸摸其中一個字 一觸摸下去的時間 四個字一起摸在鼻子 一起摸在鼻子 好像那些恐怖片 脫了那樣 脫了出來 脫到痕都沒有 接著我再照一照 是日後來的 照一照陽光 什麼痕跡都沒有 接著我說乾爺 你可不可以再寫 我忘記了 他說不行 寫一次給你 那我什麼時候學到 我問他 遲些 要學的 但你忘記那四個字是什麼 忘記了 本來是一個給你的貼士 大個其實我也記得 好了 講完之後 我服了 知道他真的 很有心機拿去的東西 他就說他教弟子 每天來學一張紙 一小小的東西 其實他就說 因為你在香港 既然你是契仔 我們只有一個 或者他都不是亂收的 總數來說只有六個徒弟 加上我就是七個 但是你是契仔 你不屬於徒弟 他們不是 後來 為什麼 可能很多淵源原因 事後他解釋我 為什麼他肯 因為他說 他的祖師爺 說要教我 後來 我很多不明白的東西 在他那裡出現 那他就說 他那時候 我主要講這個部分 為什麼呢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他說 肥仔 叫我一個語名 他就說 有兩個法門 一個 你會賺很多錢 但是名字很臭的 會被人罵 那就是不說 另外一個 你會 法力越來越高 但是你要幫人的 但是你賺不到錢的 OK 有兩條路給你走 很難選 那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很坦白跟他說 我幫人看相 批命 其實我足夠戶口 是 神功我是不需要 用神功來賺錢 我不需要 我都是選 法力越來越高 但是要幫很多人 但是賺不到很多錢 但是賺不到錢的 用神功賺不到錢的 我可以 他就選這個 那他就說了給我聽 就是現在我正在用很多的東西 嗯嗯 很奇怪 後來他說 那些會 賺到很多錢 但是很多人罵 就是什麼呢 養貴仔 只要有報酬 只要有報酬 什麼都做 就這兩個 那我問乾爹 你有選過哪一份 我都是不敢選那個 就是不敢選那隻 被人罵那隻 那他就 都告訴我 是怎麼做的 怎麼學 但是我也不學 我把這一疊 就鎖了 在甲板上 我決定不教 那很奇怪 怎樣呢 怎樣養鬼仔 很恐怖的 那種養鬼仔 是的 那也都 就是告訴你 就是看一個師傅 學了之後 他用不用 那就變成說 就是剛才你說的 很神秘 很陰險 很邪門 就是這樣 就是那一邊 養鬼仔 那種養鬼仔 真的跟胎有關的 我都聽過一些 小小 都很令人害怕的 很令人害怕的 他那個法很容易 原來很容易 只要找到一個孕婦 找一個孕婦 一用眼看著他 就跟他改一個命 跟阿桃改一個命 跟著每一天去 就是有一個方法 特定一個時間 每一天去到 向著那個孕婦 叫他的命 七天之後 這個孕婦的小朋友 就會跟他走 哦 那就是就會死了 死了 很多人害怕的 很多人害怕的 是的 那我所知呢 我所知 但是也有人做這些事情 我所知他有個徒弟做了 不怕 現在呢 現在還在雲頂負責的 哦 就是做負責的那些師傅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很神秘的 後來說 早期在那裡幾年之後 現在蕭星的職位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都夠膽的 真的 很厲害的 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就知道 但是其實都要職音 要報的 是吧 你將會很淒涼的 是的 我知道師傅都趕時間 我問了最後一個問題 要談開真的太多事情想談 其實師傅呢 其實我自己就是經理 改一個電話號碼 那而其實呢 有沒有天機這件事呢 就是譬如有時候 你見到一些人 他上來改運或者改命 但是你可能 你幫或者不幫 可能其實都會是 祖師爺說 給不給 會不會有些人 其實他都要受過一劫 然後你見到 你都不會幫他這樣 其實受過一劫呢 基本上 他應該找不到一些法師幫他 或者 他有機緣去找到一些師傅 我覺得是真的 可能他這一劫 是走不掉的 他都會找一些 可能找到一些棍 找到一些 再騙多些錢 那些人 即俗稱神棍的東西 是的 找多些錢 那樣的 如果他 譬如說舉個例子 他真的找到一些 這一劫 而找到一些 有能力的師傅幫他 那些 我相信這一劫 他都是因為 往後有些功德做過 而有個祭餘 遇到他 有機會去解這個劫 那所以呢 我覺得 劫呢 解不解到 不是我們決定的 是 譬如有人遇到 有些事要解 我告訴你 如果人家特意來到 說師傅 我有件這樣的事 我想求一些符咒幫助 我可以告訴你 我是不會看他的命格的 因為命運命格 會看到他 過不過得到 有什麼事 可以不可以 過不過得到這些關係 如果當人家求到符咒的時候 我就是不會看他的命格 因為一到他的命格 一看下去 你就不會 不會說在符咒裡面 幫不幫得到他 嗯 所以要分得很清 如果不是非常混亂 剛才你說過 有沒有天璣 天璣不可洩漏 那些 是 有些天璣天義做如此 都是那個師傅決定 做不做 幫不幫他 有很多影響 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師傅 我自己之前信教信了很久 然後有一天 我就有一些很靈異的事件發生 有一天我的朋友 就生我去聽這個 十七世的大寶法王的加持和生日會 那時候我就想 我信教 我去做什麼鬼 我尊重他們 但問題 我就覺得好像 都不同門派 我聽來都沒有什麼用 我就拒絕了他 然後到那天的夜晚 不知道為什麼 我裡面有很大的感動 我要去這個地方 那我就後來 為什麼奇怪 其實那天晚上我有三件事 我要做的 有三個地方我要去 他們是其中一處 那我就 我就打給他 我就說 我來 你還沒有位 他有我一齊來了 那去到呢 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事發生了 就是那個 那些叫做靈波車 他們密宗 那有一個叫做 慶的發氣 我想他的慶很大 那我就坐在那裡 打坐 那我也有很久的打坐經驗 那我就打坐 然後呢 他用慶一打下去 砰一聲 有很多下 不知道去到第三至四下的聲 我發現我自己的肩頭後面 有一道氣出來 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靈體 是跌了落地 我就 那個感覺是很震烈的 對我來說 然後完了之後 我就想 因為我覺得 我們是信教的 怎麼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呢 然後我隔壁的朋友就告訴我 他說 剛才我見到你 有些東西在你的肩膀那邊出來 哇 你也看到了 他說看到了 那我就覺得很驚慕 對我來說 因為我就很天真地想 那就是 以我們信教的人 不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 我以前 在我教會裡 都聽過很多其他的 那些教友 就說你家裡有東西 或者甚至乎那些小孩子 在家裡 那些鏡子裡看到東西 就嚇到 人都瘋了 那些很小的小孩 那我就奇怪 為什麼你全家 都是信教的 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我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自己就謙卑了很多 就是我對於靈界的事情 因為我打電話給我很多朋友 就問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當時有少少害怕 那我的朋友就說 你不要問了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 有很多法師都會有 甚至乎有些靈 是跟到他們死的日子都會有的 那他們有些是來學習 有些是要 好像師傅你所說 是要找幫忙 那你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靈界實在是太大 而我們是能夠知道的東西太少 總之你覺得它掉了出來 那就好 不需要再問 那師傅你怎麼看呢 是的 靈界這件事 譬如說 剛才說的 前身 或者在身邊 陪著你 等等 其實是會有這件事 有時候我遇到這些個案 也叫別人不要再追 解決了它就算了 就算了 因為為什麼 如果追下去可能那件事更大件事 更複雜了 更複雜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你覺得自己是 常常都有靈體去陪著你 或者走到你的身邊 你遲早會發生的 就好像一個電話搭線一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 很多時候就不要想那麼多 甚至乎你家裡有些感覺 有些感覺 有些什麼 你們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理它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要理它呢 因為你是理不到的 是的 唯一一樣就是 當你有一個動作 就覺得它有些影響了 甚至乎有些 比如說 開門扒門 關門 關門 關燈 那些東西出現了 開水口 其實它是一種顯示 或者想你留意它 或者想你幫忙 或者想你解決一些事情的時間 你只可以找一些 你信任的人 去介紹一些師傅 不論任何宗教 物宗 什麼都好 只要能夠來到 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的那些人 其實它應該有能力幫到你 那其實應該是找這一樣東西 但是最主要都好 不要去 搞的 去記住這一樣東西 我是很容易接觸這些的 為什麼呢 當你覺得自己容易接觸這些東西之後 其實很容易的 駕車經過一個陰影 揚一揚你的房子 你就覺得有東西走過了 其實很多時候 你自己因為想的太多 不如你放輕心情 甚至乎有些 我會說 你來到我那裡 裝著香 看一看祖師爺 你發覺 你記住祖師爺的樣子 當你覺得有些異樣 或者奇怪的東西 奇特的東西 或者覺得有些不適合的東西 你回想起祖師爺的樣子 甚至乎 觀音倫良的樣子都可以 那你就會有一個幫助你 可以解決 或者平復 其實是最好的 不要想太多 嗯 好了 今天呢 真是非常之多謝 雍昔淮師傅 上來和我們聊這麼多 我自己就學了很多東西 也都是對於茅山 這個中派 是知多了很多很多的 那就多謝師傅 又多謝明偉上來 又不出聲 坐在這裡這麼久 好 那就多謝師傅 那我們節目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OK 我們拜拜了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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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下 下 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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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